这一季的衣服其实我们从去年冬天就开始准备了 我们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 做了很详细的拍摄计划 这个视频就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更真实的我们 以及这些照片出生的过程 这次算不上是正儿八经的旅行吧 因为我们都带着拍摄的任务 让大家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自己的期待 期待当地特资 最期待的就是未知啊 我是想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 然后生理的拍摄然后平安的带回来 流过水了 没想到和阿萍这边的第一眼 他就说中了我们的短板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衣服上山下山 要是再见面阿淑一定会赞叹我们建筑飞快 再见阿淑 我们要走咯 拜拜 拜拜 来 给各的走 好 拜拜 拜拜 我又要开始摆摊了 看到绿绿摆得很好看的摊子 哇 那个鹅好可爱 对啊 都是奶糕啊 要不要 两块一块 要不要 这个萝卜也是 那个蒸汁也可以 一边插两条 手拔着 哇 还有个腕板 哈哈哈哈 阿姐 它还有个尾巴 好帅啊 你今天吃过什么样的橄榄吗 我吃过的 我吃这个呢 我吃尾巴 好 不要说 让小黄尝吧 不会跟性子尝 一人尝一口 我常常就不先不要说话 蛤 可以吃的吗 蛤 有个清香的水 哇 回来了 它来了 哈哈哈 鲜果 哦 天啊 鲜肉就吃了 哈哈哈 哇 又买一块橄榄 还吃 人生回去 哈哈哈 吃出人生 你不要散散一口吗 我刚刚都吃了 我刚刚都吃了 没有吃过 对啊 你没吃过吧 很脆 很桌子 嗯 你别出现那一条片 你别出现 不能录的 咬到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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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到最后 没有吃 妈妈呀 哈哈哈 五光十色的贝勒 嗯 不能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 嗯 嗯 或者像前面那个阿叔那样子的 嗯 这个也很不错 这个呢 这个呢 能碰到镇上的感激 真的是一个大彩蛋 不过更要感谢山哥和阿平 碰头后居然让我们抛开了 反复修改过那么多变的计划 还有网上搜集来的所谓小中间 见到山哥以后 他就像木神一样 让我们关掉手机导航 带我们去到那些太阳双脚 丈量出来的自然世界 我们当然没有想到会遇见满山 在风里飘动的野草 更不知道会认识拥有牛马羊鸡狗猪的 山姆大哥和彭大哥一家人 但我知道小黄小燕沙沙和小兰兰 你们心里也会这么想 我们都不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能力把每一个位置都变成惊喜 你购买也购乱也购乱 费乱啊 哈哈哈哈